各位朋友大家好 主内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这里是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我是王浩然 王浩然王牧师 神呼召我要讲圣经 我进行祷告思考以后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需要讲 那就是说圣经到底讲了什么 这里面是圣经 这是中文的 这个和合本 然后这里也是和合本的 然后中英对照的 那么世界上有70多亿人 那么70多亿人当中有20多人基督徒 那么这20多亿基督徒 有的人有个四五亿不到七亿人 可能每周或者什么的定期的去教会的 很多人其实不去教会的 那么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 很多人也读圣经 因为圣经它是跨越时间 跨越区域 然后跨越文化 特别多的跨度 然后又是我们现代社会 这个后现代化时代 那么和我们可以讲 和你四五十年以前 差距巨大 是吧 尤其最近发生 那个世纪大瘟疫 新冠 这个 出现这个问题以后 整个人类呢 这个社会呢 就是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然后一些时代也发生变化了 那么我们回想起来 那么呢 为什么 这个变化 如果变化了 我想 如果变化了的话 你糟糕 对吧 那么通过 通过今年 现在今天呢 我做这个节目的是 2020年12月 今天是2020年12月几号 我看一下啊 对 今天是4号 12月4号 那么 12月4号 到现在啊 实际上这个 这个新冠大流行啊 已经差不多一年了 从公开公布以后 到现在 这个也有11个月来 11个来月的时间了 那么已经这个 给人类的生活 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而这个影响 是死人 感染 然后各种社会停滞 对不对 然后呢 实际上社会发生极大的动荡 尤其是美国 是吧 这个发生很大动荡 那么这些问题 我们想找它的根源 有一个重要重要的根源 就是人们不信神 没有了解圣经真正的真理 所以我觉得 有一个实在 十分重要的必要 一定要把圣经 到底是讲的什么 你可以 把它搞清楚 而且让更多人知道 那么真正明白圣经的本意 并且这个信神 跟随神的旨意去行 去做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 一定能够变好 是不是 能够变好 好不好 那么呢 我前面呢 讲的是第35讲啊 那么在 已经讲完了35讲 在前面35讲当中呢 那么我这 有一个这个系列 让你了解一下 这个系列的话 容易你把握住 我们这个讲的主线 比如说 我讲圣经到底讲什么 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什么 树里有神和神造世界的 这个世界观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另一个什么呢 讲的 人 是罪人 这个本质特征 人是罪人 这个本质特征 好不好 OK 还有呢 我们要说什么 现在社会上什么呢 人权人权 人权 为什么是人权 对不对 你会说 天赋人权 神赋人权 对不对 所以人权才是不可剥夺的 对不对 平常的时候是人给的 我想给你就给你 我不想给你就不给你 但是呢 我们是这位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大能的神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他给你这个 他给你的 OK 赐给你的作为恩典 那么你能剥夺吗 是吧 对天赋人间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以后 人们突边有一个叫普世价值 OK 那普世价值呢 还有一个基本的定义 是不是 对不对 公平正义人权 是不是 平等自由不爱 是吧 对不对 是不是 人权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信仰的自由 有安全权 有需要安全 是吧 生存的 是吧 这些基本的人权 是吧 那么谁富人权啊 天富人权 然后普世价值 遵守这个呢 是一个普世的 全宇宙的 过去 现在和未来 都应该遵守的 是吧 都应该遵守的 这就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怎么来的 是神复于这个普世价值 那么这个普世价值 怎么保护他 保守他啊 对不对 那么神 他是最终的保守者 OK 我讲这个道理 好不好 OK 那么讲这个以后 那么我们在第35讲的时候 我给你回想一下 讲的什么 我35讲是专门讲的 耶稣是地上 是救主 是大墓人 在天上 和再来之后 就是圈一路的主导力量 OK 那么耶稣到了天上以后 他还会牧养人 对不对 但是他到天上以后 他会降入新的耶路撒冷 新天新地 那么在新的新天新地里 那么耶稣是绝对掌权的 是绝对掌权的 他们再来的时候 他又完成成了 通过完成这个最后的荣耀 让救恩 这个完美 另外他来了以后 是 是让人复活以后 审判活人死人的 对不对 该扔到火谷里 就扔到火谷里了 是吧 该一同做王的 做一同做王了 是吧 然后能够在新天新地里 享受无比美好的生活了 是吧 好不好 那么呢 我下面讲一个 那么和神对立的力量 这是什么呢 第三十六讲 第三十六 第三十六讲什么呢 我讲的是 撒旦魔鬼 是与神和基督对立的存在 撒旦魔鬼 OK 撒旦是神的对头 魔鬼是迷惑人的 迷惑人的 是不是 那么撒旦 一提出这个词来 是不是 我们这个英文的叫 Satan OK Satan 那么他在这个出现的 这个圣经啊 在我们这个翻译里 各种文字里 是都这个 见到这个词 撒旦 第一个 一说撒旦 肯定是坏东西 OK 撒旦坏 一说撒旦 这个撒旦很有能力 那是很有能力 那么撒旦的不同的教法 是吧 有不同的教法 魔鬼 OK 这个魔鬼 大红龙 这些东西 圣经里描述 大红龙 那么撒 这个神 是纯善 纯真 纯美 他是公义的 他是人爱的 他是圣洁的 他是怜悯 是吧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对不对 自是 自有拥有的 神有三个位格 圣父 圣子 圣灵 这三个位格 是吧 那么和神 他说神作为正面的力量 神作为公义的力量 神作为圣洁的力量 圣洁的一方面 大爱的力量 那个和他对立的是什么呢 OK 那是什么呢 就是撒旦 就是撒旦 那么撒旦是什么呢 撒旦 就是神 所创造的这个 这个天使当中 堕落以后 变成了这个 这个 这个天 堕落的天使的王 堕落天使的 这个头 是吧 多少天使的王 这就是撒旦 那么这个撒旦呢 在这个圣经里 他是从前到后都有的 那么我简单来给你们几段经文啊 看看撒旦 他怎么和神作对的 那么这样呢 你可以联系你生活中的实际 你所见所闻 你分析 等你分析你周围的世界的时候 家庭出问题了 你的教会里出问题了 然后社会上出问题了 国家出问题了 整个全世界出问题了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圣经的原理 OK 来分析这个问题 OK 那么先看看啊 这个撒旦 怎么啊 通过他怎么去诱惑啊 破坏神的计划 破坏神的计划 那么我们人在地球上生活啊 最早他有起始的地方 那么这个起始呢 如果从 从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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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教科书啊 或者一些 功能业生产知识啊 还有一些这个 他可能说你人是类人员的 怎么进化来的 但是在圣经上不是这么讲的 OK 圣经很简单 OK 那么圣经是从始祖开始 人类的始祖开始 那么 神造万物的时候 他是分明别类的 那分明别类的这个呢 造出什么就是什么 OK 那么造出有一类 等所有的东西 先造天地 造了万物以后 然后呢 光和水什么都造全了以后 他开始呢 第六天的时候 他造人 OK 他是用泥土造人 他造了人以后 造出了亚当 亚当看着亚当一个人 独具不好 他又造了个夏娃 夏娃呢 给亚当就称家了 他什么呢 他就到了那个伊甸园里 那么伊甸园里 有一段话给记着了 这么说 我给大家讲一下 OK 好吧 那个创世纪啊 第二章 他这个第十五到十七节 这么说的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便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这个他就是亚当 OK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是神呢 对这个刚造的这个亚当啊 给他们说的话 造这个夏娃 那么可是呢 这么给他说了 你看他听没听啊 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啊 第一到六节 怎么说呢 第一节说 耶和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 比那一切 比那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神其实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 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 对吧 这是这个蛇啊 这个蛇就是魔鬼 这个蛇就是撒旦 OK 最早是神造的这个 本来这个亚当下 我是圣洁的 是不是 他们都是带有灵气的 对不对 是带有灵气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神就不用做后门 那么多复杂的工作了 那么他们繁衍以后 就去荣耀神 就爱神就好了 可是呢 撒旦看不过去 他要破坏他这个计划 你看怎么破坏的 这个女人就 女人就说 这个夏娃就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OK 对这个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 我们可以吃 但唯有园当中 那棵树上的果子 就是上下树上的果子 神曾经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以摸 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会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 知道善恶 是吧 于是女人 见得 那棵树的果子 好多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爱 可喜爱的 便世人有智慧 就摘下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这就是最早 神造的人 在神给她 造的这个园子里 他们不服从命令 受到这个 撒旦魔鬼 这个蛇的引诱以后 那么他们做了一件 最不该做的事情 最不该做的事情 是人他有 自由选择的意志 但是你感觉 你这意志 你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 你不听神的话 那么最终呢 你上了撒旦魔鬼的当 那么你就是把这个 就是引起大灾难 大问题来了 大灾难大问题 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这就是看出啊 这个撒旦魔鬼啊 他怎么去诱惑 神造的人 让他们犯错误 违背神的命令 OK 那么呢 就会造成这个结果 这是说那个 撒旦魔鬼啊 这个撒旦魔鬼 他们怎么对抗神 他破坏神的计划 OK 诱惑他的神的 神造的人 OK 我们再看啊 那么呢 神这个在这个 在这个 这是在这个 在这个 提出的时候 那么神怎么还 破坏他的计划啊 OK 那么呢 神呢 等这个亚当下完 他们有 反映了后代 他们自己 把这个罪 传给后代 那么神要实行 他的救赎的计划 那么救赎的计划 他救赎的时候 他让他的 尔尔都生子啊 他让 让他自己这个神的 道成了肉身 来到地上 这就是耶稣的降生 那么耶稣降生以后 他经过三十年 做木工 那最后开始步道 然后去 从事救赎的工作的时候 OK 那么这个 这个亚当 这个撒旦魔鬼啊 就开始另一个工作 OK 你看这个工作啊 就说 在这个 在这个 马太福音啊 第四 马太福音第四章 这个一到十四节啊 有一段经文 我做一个摘要 看一看 OK 说当时啊 耶稣被圣灵 引到旷野 这没什么错 对不对 到了旷野啊 给他 给他讨厌嘛 是吧 OK 受魔鬼的试探 给撒旦魔鬼 是吧 又开始来了 要试探他 OK 他进食了 四十兆夜 后来都饿了 那是他的人 进来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石头 变成食物 对不对 耶稣就回答说 经商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 乃更是靠神 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你看看 那么耶稣呢 他是来拯救的 如果耶稣上了当以后 对不对 你就把这个 你是神的儿子 你有大能吗 你就把这个石 石头变成食物吗 你吃了 不饿了吗 OK 他有这么一变 是吧 一定会上当 一定会上当 耶稣告诉他 人啊 活着不单靠食物 我现在活着 我靠着神 我根本用不着 像你说的 是把那个石头 变成食物 变成食物 对不对 那么结果呢 魔鬼呢 也不放弃这个事 魔鬼啊 又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怎么着 站在这个 这个垫顶上 OK 然后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商记者说 主啊 主要为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把你拖住 免得碰到 那么免对脚 碰到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商记者说 不可失探你的神 是吧 那么如果他站在上面 他真的跳下去的时候 耶稣确实有这个能力 他不 这个也会 这个神也会 不会让他顺身摔着 但是他不能上这个当 不能显示给魔鬼 所以这个魔鬼 他一直在试探上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试探 是最要命的 他这个耶稣啊 如果这个时候 被魔鬼试探了 向着亚当下 真吃了那活子 那就完了 是吧 可是呢 你看到魔鬼又带他 到了 到了一座 到了一座最高的山 讲世上的万国 与万国的荣华 是吧 万国的荣华 都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 服服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了 你看看 是吧 一个 倒成肉食的人神 他要作为 地上的救赎者 来去拯救万民 他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 那么如果他这个时候 相信撒旦魔鬼的话 OK 他就说 他不败父 而是败这个撒旦魔鬼的话 他就是为了眼前 他自己的这个权势 对不对 那肯定是上了当的话 那么耶稣后面这个救世的工作 就不可能完成了 OK 他就是 但是好在耶稣基督根本没听他 根本没听他 对不对 不可以示他那种 OK 后来耶稣说 撒旦去吧 就滚开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撒旦魔鬼啊 他们一直是和神对立的 他最早这个神造这个人 他让他犯了罪 而且神要救赎这个人的时候 派了耶稣来了 他也想让耶稣 拜倒他在下面 对 让他拜倒在下面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看看 这个撒旦魔鬼啊 他还有其他的方式 来诱惑人啊 然后去做坏事 他怎么对待人呢 在这个约伯记啊 约伯记的第一章 1到21节啊 我们看一段这段敬畏 也挺有意思的 OK 他有 屋地呢 有一个人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啊 敬畏神 远离罪恶 OK 然后耶和华 这个远离罪恶 然后呢 耶和华 这个撒旦啊 就给耶和华对话啊 就给神对话 你曾用 你曾用心看过我的谱人 约伯没有啊 地上再也没有人 向他完全正直了 敬畏神啊 远离罪恶的事了 OK 撒旦回答 耶和华说 哎 约伯啊 敬畏神 其实 没有原因呢 无故呢 啊 这个 OK 你切身手 回掉他的一切所有的 他必 他必当面回掉 他必 他必当面 这个 气掉你 你要是 这个约伯对你非常敬虔 然后呢 你要把他东西拿掉了 他肯定都不 他就不离 离开你了 不离你了 不离你了 约伯便起来啊 可是呢 等他 这个所有的 他约伯的家人呢 他的财产 全给拿掉了 但是约伯也没有变 OK 约伯也没有变 但是说呢 他这个 等这个时候呢 约伯呢 他会撕掉外袍 剃了头 服务在地上下拜 他怎么说呢 我赤身出于母胎 我必赤身回归 回归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OK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这个撒旦魔鬼啊 不仅是诱惑了这个 这个人类的始祖 而且呢 他又等他救赎的时候 诱惑他 OK 那么他才千方百计的 然后去啊 这个 让这个敬虔 敬仰神的人 跟随神的人 让他呢 丧失信心 好在约伯呢 他是非常坚强的人啊 对神的真的是 这个特别敬虔 谁都不能改变他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啊 等我圣经要告诉我们 有撒旦 有魔鬼 他时刻在这诱惑你 他根据你的弱点去诱惑你 你要坚强 要实实定定神的话语 像耶稣 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OK 那么这个撒旦魔鬼啊 还有呢 就是迷惑这个列国 迷惑列国 这个呢 在启示录里 第二十章里有记载啊 他说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啊 他捉住那龙 那龙就是骨蛇 龙骨蛇 在圣经里啊 都是撒旦魔鬼代名词 OK 又叫魔鬼 又叫撒旦 OK 他把他捆绑一千年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穷 劳里 OK 被释放出来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看到啊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发生问题 是吧 亚洲的 是吧 你看看 美国的 欧洲的 发生各样各样的问题 有的都乱了 OK 这什么呢 是撒旦魔鬼在迷惑 他迷惑哪个党派啊 他迷惑那群人啊 你他们做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竟然做那种事情 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做了 被迷惑了 被迷惑了 说迷惑他们的是魔鬼 被扔到硫磺的火壶里面去 那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讲的撒旦魔鬼 是神的 这个撒旦是魔鬼的 不是撒旦是神的对头 魔鬼 专门诱惑人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 那狄奇族的力量 你的周围 你的这个情况 你要用这个观念去分析问题 学会这个道理 我解释这是非常有益的 圣经到底讲什么呢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一条 好吧 那好了 那么今天呢 就圣经到底是讲的什么 关于撒旦魔鬼 是与神和基督对立的存在 撒旦是神的对头 魔鬼是诱惑人的 我们千万不要上这个当 不要受他的迷惑 好不好 要多进行 好 那么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希望你啊 这个跟你的家人的朋友啊 这个分享 然后并且转发点赞 然后呢 没有订阅的 欢迎订阅啊 好不好 我们再见 啊 吃火 Hun seeking 吃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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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吃火 吃火